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归纳起来本届论坛的主要成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论坛汇聚两岸同胞共相胜举 成为特殊形势下最大规模民间交流大舞台 据不完全统计约两千名台胞参加了论坛的各项活动 九万名岛内台胞线上收看论坛大会 成为今年疫情发生以来规模最大 台湾参与人数最多的两岸交流活动 二是论坛创新线上线下结合的交流模式 迈入两岸交流云时代 本届论坛广泛运用新媒体新技术突破疫情和人为阻挠 带来的不利因素 49场系列活动中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活动达到了34场 两岸青年通过云辩论 在线知识竞赛 云上创意PK 碰撞智智慧火花 两岸云祭祀 云端晚会展演 云展览等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两岸各界 从面对面到平对平 迎平的平 云签约 云招聘 带货直播 激发出合作发展的激情 三是论坛促进两岸同胞心灵相通 共衬融合发展的云快车 两岸各界围绕经济合作 文化交流 青年交流 基层交流 等等议题 共议抗击疫情 供养中华文化 共推阴通静通 共谋合作发展 取得了可贵的成果 云招聘 为台湾青年提供了 一千三百多个就业岗位 云签约 促成八十多个 经贸项目的对接 总投资额超过 三十亿元人民币 各内线下签约项目 总额近 一百一十亿元人民币 四市论坛受到广泛关注 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几天内 相关活动视频播放量 超过了四亿 岛内网络和社交媒体 报道了三千多条 评论超过 十三点三万条 在这里啊 主办单位 委托我 借今天发布会的机会 向所有关心支持 论坛工作的两岸各界朋友 转达衷心的感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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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顺库的项目 感谢观看